因为他等了30年。安妮特班尼子弟脸弄哭全场。 最后相爱的日子预告。影片Catch Play,2010804.15。 电影《最后相爱的日子》改编自英国演员彼得特纳的同龄回忆录,描述他与红极一时的好莱坞女星格洛利亚格拉罕,之间缠绵浪漫又温馨暖心的密恋,而在格拉罕并未知时,特纳更是不离不弃守护住他。 因特纳和格拉罕都饰演员,本片也描述了许多电影和剧场不为人知的幕后秘心。 演过无数角色的金球奖影后安妮特班尼,在90年代初就听闻这段爱情故事,很希望饰演格洛利亚格拉罕,但爱于当时的年纪不符合格拉罕谈这段感情时的年龄, 讲究真实的班尼陈殿近三数年,直到这几年成为年纪相符的熟灵女,才正式投入制作,也正因为他与戏中的格拉罕年纪相仿,对于这段年龄差距悬殊的妄言之恋,更能感痛身受。 他说,我想格拉罕很清楚自己的年纪比对方要大得多,也肯在意对方如何看待他,那正是因为他深爱住他,一旦深爱某个人,就会在那个人面前变得敏感脆弱。 但同时,这个年纪的熟女知道什么对自己来说更重要,反而不在意外界眼光,更觉得自由与坦荡。 安妮特班尼、左、和杰米贝尔全是子弟连弄哭全场。 图Catch play,20101804.15。 导演还安排安妮特班尼和杰米贝尔,透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台词来互死钟情,表达即将别离的不舍,二人也一口同声表示这场戏最难免。 班尼说,我在这场戏要表现出憔悴又坚毅的模样,不能太夸张却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道,还好杰米很可靠,与他对戏很有默契。 而彼得特那本人在现场看他们演出,更是动容不已,赞叹道,他们只饶一眼对手戏,现场就到处都是啜气声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